我好想再站起来革命 那么多寒毒 让我的丑陋 好像只有革命的手段 才能把它推翻掉 才能把它结束掉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 今十五日凌晨辞世 享受83岁 不少人都以Nori悼念施明德 施明德出生于1941年1月15日 今日正好是他的83岁生日 根据施明德文化基金会指出 施明德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 出生在大日本帝国统治的高雄沿城普大人路 已动透天措之中 施明德是中医师师阔嘴的四儿子 被命名为Aki Noi 也就是日文的明德 施明德16岁报考路军官校 目的是推翻蒋家独裁政权 他在21岁时因涉及台湾独立联盟案 被以叛乱罪判处无期徒刑 直到1977年中求满15年获释 1979年他与党外人士组成 美丽岛、杂志社、施明德任总经理 负责组织、群众运动及海外联络 积极迈开阻党部罚、游说地方人士 为美丽岛杂志社地方服务处 以及地方党部催生 至美丽岛事件发生时 在各县市共成立时一处 在该年12月的世界人权日 他领导党外人士在高雄举行纪念大会 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镇压 发生几名冲突 此事后来被称为美丽岛事件 1984年发生江南案 施明德在狱中宣布无限起绝食抗议 他后来披露在超过四年半的绝食中 被强行实施 逼为管插管冠时共达3040次 1990年李登辉就任总统后 宣布美丽岛事件判决无效 施明德结束绝食 并以无罪之声恢复自由 施明德出狱后 在民进党担任党主席 后来在2000年民进党首次执政后退党 1992年 施明德与黄信介、许信良、林毅雄率领数万群众游行与静坐 要求总统直选 历经三天两夜在台北车站等地前的街头抗争 施明德因419游行 被以违犯、集会游行法 判居一五十日 施明德选择以现任立法委员的身份 第三次入肩服刑41天 台湾并于四年后完成总统直选 2006年 施明德发起百万人名道便 红山军运动 要求时任民进党籍的总统陈水扁 因为国务基要废案 其亲信及家人相关的诸多弊案负责 并主动下台 2015年5月 施明德宣布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 根据我国选举规定 他需取得足够的选民连署才可获得参选资格 其后因无法达到有效连署 宣布退选2022年1月8日 同时是42年前美丽岛事件后施明德逃亡26天后被逮捕这天 中华人权协会为表彰施施明德对台湾人权运动的贡献 颁发人权终身成就奖 而他过去的政治录也让他被誉为台湾的曼德拉 回顾施明德的政治录 他曾在蒋中正、严家干、蒋经国和李登辉四位总统任内 三次以政治犯身份入狱 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 累计坐牢时间近26年 三次以来 二次被判复 十分之一 三次被判复